今天的信息是《神是輕萬不得》 這個信息主要是一個律法的信息 但我們的推動力依然是恩典的 因為說到《神是輕萬不得》是律法 我們應該是極度的尊崇祂、敬慰祂、體重祂 是不可以輕看祂的 而我們希望有這個心態 我們不敢輕慢或者藐視神 因為神是全能的神 萬王之王 我們怎敢輕慢這位全能的神 因為神是甚麼都知道的 如果一個人輕慢神 神是知道的時候 神是可以在他身上 當神要報應的時候 按照他所行的或是脈惡受報的時候 是我們人不能夠承擔到的 可以說是極為恐怖的 但是當神去赦免我們 拯救我們的時候有一個很大的恩典 我們就感激神了 我們很多人很喜歡神的屬性 就是神的慈愛 很多人都很喜歡 很多人有個誤解 他說舊約有很多律法 新約有很多恩典 其實舊約新約有很多律法和恩典 舊約有很多律法 但也有很多恩典 不興而發怒 也不祥改責備 是說了很多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救贖我們 而新約呢 但是當然的確有很多恩典 不過也有很多聖約和公義 如果是順略情慾殺種 必從情慾收敗為 這個虎子已經放在樹根上 不結果子的 又要撼下來 丟到火去燒了 其實聖約有很多警告 亦都有人 阿拉利阿薩菲拉 是即時說謊的時候 即時被擊殺 被神擊殺 所以看得到新約和舊約的神 都是慈愛和聖結公義 當我們知道神是慈愛和聖結公義的時候 第一就是感激神那麼愛我們 第二我們就尊敬神 也都同時處理生命 不敢去犯罪 不敢去得罪神 而我今天所講到的 有些人聽到 哇 糟了 不知道有沒有犯了這個罪呢 就是這樣 首先呢 就是 有便衣警員 會抓那些違規過馬路的人 罰款是二千元 四張五百元錢 啊 比開車更重 犯規 在香港比較特別 放垃圾和過馬路 是可以被抓到 比開車更重 譬如普通開車違規是三百幾 四百幾 就是沒有二千元那麼多 我想大家都會很害怕 現在被抓到很嚴重 有人會藐視法庭 有人在網上放這個說話 吹嗎 藐視法庭 但他真的藐視法庭的時候 是可以抓去坐牢的 即時可以判刑的 但是藐視神呢 藐視法庭都這麼嚴重 藐視神是極嚴重 還因為進入永營裡面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絕對不可以藐視神 有任何地方我們做錯 一定要認錯 還有呢 對神不可以攻擊啊 埋怨啊 說神不好啊 這些呢 我們真的要小心的 今天我們看 兩處的經文為主 一個是加拿大書 一個是希伯來書 我們一起再讀一下 加拿大書六章七節八節 不要自欺 神是興邁不得的 人種的是什麼 收的也是什麼 順著情慾殺種的 必從情慾收壞壞 順著聖靈殺種的 必從聖靈收永生 這裡就是神不可以興邁的 你種什麼就收什麼 如果種的是煩惱 收的一生都是很多煩惱 很多困苦 很多人際的問題 如果種的是埋怨 亦都會有很多的怨恨 落在我們身上 如果我們種的是怒人 亦都會有很多的憤怒 在我們身上 其實呢 如果我們種的是罪 亦都會有很多 不好的結果 在我們身上 所以 種的是什麼 收的是什麼 是一定的原則 所以 我們想不想 不好的事 在我們身上發生呢 如果我們身上 任何一件事沒有了 哪一件事你可以沒有了呢 最輕的就是 手指甲剪了 沒問題 手指甲 不過如果 手指甲真的沒有了 很嚴重 頭髮呢 沒有了都嚴重 即是 不死得的 不過呢 可能你會說很醜樣 忽然間 如果頭髮剪了 剃光了 真的很多人來說 很難接受 但如果神懲罰的時候 可能不是拿走頭髮 不過如果真的拿走頭髮 你都幾害怕的 我看過有些人 真的一大一大 真的都幾恐怖 真的 剃光了頭髮 即是 如果神就拿走 一些頭髮 或者拿走我們身上 任何一部分 或者我們有的機會 我們現在的工作 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機會 我們的教會 有的弟兄姊妹 如果任何一件事拿走 都可以很嚴重 所以我們就說 神啊千萬不要拿走 我真的走你的腦 因為中什麼 收什麼 中那件事是不好的 如果心裏面 是有一種苦毒 不開心 又必然 有不好的出來 信了情慾殺種 必從情慾收敗 是一定收敗 所以 其實這個觀念 希望大家深深放在心裏面 我其中的動力 不要犯罪 第一就是 神這麼愛我們 我們生命這麼寶貴 另一個動力 這是律法的動力 就是我任何的罪 一定有破壞 譬如說 人家罵我們 接著我們很煩惱 那你說他先錯 那我煩的 但是當我們煩的時候 後果是什麼呢 我們煩的時候 人家見到我們都負口負面 人家跟我們關係都不好 我們自己的心又辛苦 睡覺又睡得不好 就收過後果 即是 在任何的情況 我們任何的苦惱 任何的負面 就會收過後果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真的小心 我們種什麼 種多些什麼呢 喜樂、平安、神的愛、神的恩典 跟從神、遵從神 這些我們應該種多些 就不是種那些 總之這個世界 世人呢 習慣就是講謊 生氣人 被人影響 負面 這些全部都是不好種的 一種到後果就不好 所以情慾殺種 就收敗壞 一定是敗壞的 其實很多 就算身體的敗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有時上網看圖 有些人被火燒傷 那些皮膚的敗壞都很慘 或者是身體有些糖尿病 糖尿病是一種腐蝕整個身體的病 所以大家小心 真的運動多些 吃少一些糖分的食物 一些不健康的食物 我試過見一個小孩拿著一罐糖尿病 不斷開完一粒又吃一粒 那她的嫲或者婆婆 我不知道 跟她一起 就看著她 其實我覺得她的嫲或者嫲 就很中她 就覺得我給她一些糖尿病 我以前沒有糖尿病 我現在給我的孫子很多糖尿病 她以為是益了她 但其實她的牙不知怎樣 不單止牙 她有糖尿病的時候 糖尿病會怎樣 你任何身體的部分都會壞 任何的部分太多糖尿病 那個地方就壞 那個地方壞 那個地方壞 腎臟 肝臟 手指 手指都會壞 整個身都會 血不到 整個人是 眼睛是會慢慢 越來越看不到東西 那這就是全身的敗壞 可不可以承擔到呢 我們真的覺得很恐怖 所以如果種不好的東西 收回不好的東西 我們就知道 真是小心了 如果信了聖靈殺種 就不同了 就收永生和今生的福氣 和整個生命提升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們經常都走神的路 我們看神的屬性 神是智 一起讀 神是智尊貴 不立興邁 神建立人的生命 神匯報個人的生命 我們不必要尊重 莫尊從神 那有些經文 在這個部分是恩典來的 前面那些是律法來的 但是在律法 我們看到恩典 因為為什麼是相反 就是恩典來的 第一就是神是尊貴 他最尊是至高的 所以我們不太過欺瞞 不可以欺瞞神 為什麼不可以欺瞞神 因為神是至高的 那這個就是相反 你說如何欺瞞 怎麼會看到相反呢 就是你欺瞞 就是一個輕戰的人 會欺瞞 神是不可以欺瞞 所以神是尊貴的 是至高的 就是這樣來相反 這個是需要思考的 就是需要學習的 就是我們會欺瞞一個 一個不好的人 一個犯罪的人 一個得罪人的人 我們會欺瞞 其實我們基督徒 都不應該欺瞞 就是我們應該幫他 不過我們欺瞞他的罪 但是有世人有欺瞞 什麼人呢 就是欺瞞一些不好的人 神是不可以欺瞞的 祂就是至尊貴的 所以我們不能夠欺瞞 那麼 好了 會拆毀 會收敗壞 敗壞的傷害是什麼呢 就是建立 就是你怎麼找神的屬性呢 就是祂是建立生命的 當我們順著情律師 就收敗壞了 所以我們不想辦法 就讓神建立生命 就是 為什麼看到神的屬性有什麼重要性 我們就看到 哇 原來神是這麼尊貴 神又建立生命 祂將你的生命 由一個很負面的人 不開心的人 我們中間有些人 都是負面不開心的 就覺得很慘很慘很難 但是如果我們深信 神會建立我生命 順著聖靈殺總必從聖靈修兵生 和今生的整個生命的提升 那我就深信的時候 我就不會被拆毀了 但是呢 另一方面 神的律法 這裡我有恩典有律法 神的屬性包括恩典和律法 就是祂會回報個人的生命 如果生命是跟從神 那個回報就是 是輝煌的生命 是光輝的生命 但是如果生命是污蔚的 那個回報就是 它就有很多的破壞了 那時候我們怎樣呢 我們尊重神和遵從神 因為神是至高 我們體重神超過體重的警察 我們會體重的警察 哇 有警察在那裡 不敢過馬路了 有些什麼事情 知道犯規了 我們不敢犯規了 哇 知道 其實有沒有聽過 很多那些什麼貪污案被人捉 甚至我們前特首都被人捉了 坐牢 那些人應該不要貪污 不過為何還是內中又有的呢 又內中又有的 就是人總是不會收到這個警戒 希望我們都看到 神是最尊貴的 祂又遍留我生命 我千萬不要 拆起我生命 不要在神面前神不起悅的 那個問題就是 很多人覺得興漢神不重要 為何會 這是一個比喻 例子 聽到會睡覺 因為他不覺得神是重要 他便會睡覺 這是代表 有些人 哎 是這麼壞的 罵他 不喜歡他 煩他 總之 人們會覺得 人不好 我們當然要用不好的方法對他 這就是興萬神 就是對神的興萬 或者我們任何一件事 煩惱 為何會是興萬神呢 就是覺得神幫不了 所以便會煩 會憂傷 對不起 會憂傷 會有憤怒 為何呢 覺得神會公義 神會解決問題 有憤怒 或者藐視人 因為覺得 神體重人 即是如果我們看到神體重人 我們便不會表示人 或者驕傲 覺得自己很聰明 但如果我們知道神是這麼尊貴 我們便不會覺得自己很聰明 我們甚麼都是從神而來的 或者說不好說話 因為我們看不到神那種說話的美善 或者驕傲 自大 因為覺得自己很聰明 就是自己看不到自己 跟神比真是相差很遠 貪愛錢 我們看不到錢是從神而來 我們貪愛錢反而得不到 但我們愛神 神就會賜給我們需要 或者懶惰就是因為 懶視奉 因為不看重視奉神 不看重行神的路 或者情慾 我覺得眼前的享受是很重要 但是呢 就是沒有覺得神 祂給我們的婚姻 或者獨身是尊貴的 我們的身體是尊貴 所以我們便不要去犯罪 很多人是很隨意犯罪 大家如果有認識一些 一些軟弱的基督徒 真的會覺得犯罪無所謂 煩惱無所謂 希望大家知道 原來這些都是興漢神的 好了 接著 《希伯來書》第十章 二五節開始 這一節我們很熟悉 不過下一段 有些人不太熟悉 是挺嚴重的警告來的 我們一起讀 《希伯來書》十章二五節 有人說 你他們的不可庭子聚國 好什麼庭子聚落 好 Amerika的一日 都要強利此斷言 既知道那日子來頓 就更當於此 因為我們得之 是爭盜子裡後 她故意犯罪 所属 Name 《Qué 2 Dae 1 》 屬了最席的製造 在目有料 唯有戰具 等候審判和那 消滅重敵人的烈火 人工犯摩斯利樂法 同兩三個奠晌人 尚者不得面出而死 何況人淺達神的兒子,將那是他成聖之約的決當作平常,又涉滿私恩的聖靈,你們想他要受的認罰,該怎樣加重呢? 因為我們知道,誰說,身於在我,我必報應,又說,主要審判他的法性,落在永生神的手裡,真是可怕的。 這句說話也挺恐怖的,落在永生神的手裡,真是可怕的。 雖然聖經有說到,在神的手中,大尉偉都說,由他選擇三樣的懲罰,他說在神的手中更加好, 神是私恩的,凡是親近他的人,愛他的人,神一定私恩,但是如果人是敵擋他的手,落在他的手中是非常可怕的,因為是沒得走,沒得出來的。 我們現在看一看這個經文,第一是說到不可停止聚會,我們發覺有很多人很習慣停止聚會, 今天約了人,今天有甚麼事?我自己覺得是最嚴重的事,最重要的事,非不得已, 譬如真的你有親人進醫院,你現在應該陪他,有些很嚴重的情況,我才覺得是停止聚會的。 如果在這個時候停止聚會,你都應該自己敬拜,看聖經討告,就不應該停止聚會, 因為聖經是講到,即是翻聚會的重複性,有些人覺得只是翻聚會, 但我們看到聖經講的,神是體重教會的。 有些人說,我不喜歡,英文很喜歡說這句話, I don't like institutionalized religion,即是好像一個機構的宗教,一個教堂,我不喜歡,我喜歡自己, 不過如果你記得耶穌和彼得說甚麼? 他講到,我要將這個教會建在這個盆石上, 即是他要建立這個教會,即是耶穌體重這個教會,即是教會是重要,是寶貴, 因為教會在這裏有神的話語宣揚,我們有弟兄姊妹一起建立, 如果弟兄姊妹分散是沒有力量的,但我們一起的時候就有力量, 就能夠發揮和能夠侍奉,所以我們基督徒希望體重聚會。 聚會是一個責任,但另外一個恩典是甚麼呢? 就是神在聚會做功,我們不要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的人, 有些人甚麼事都停止,今天有點頭痛,但他又上班, 有些人不舒服,今天不開心,今天不開心, 那又不回聚會,我們希望大家都會說, 任何情況我們都不要停止聚會,除非那件事是必須, 是絕對不能夠回到的,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 都要彼此勸勉和事事,互相鼓勵,即是基督徒應該怎樣, 是不是獨善其身?不是的,即是說我們要僱人, 神的屬性就是神是僱人的,所以我們走神的路, 我們就喜歡去僱人了,既知道那日子臨近, 就更多如此,是甚麼日子? 耶穌回來的時候,其實我們現在越來越看得更多, 有沒有聽過香港新聞,香港新聞說,將會有EID, EID不代表是受孕,不過是可以預備, EID是甚麼呢?可以用聲音,用面貌,用各樣的方法判斷這個人是誰, 所以那個更加有效,這個其實有好處的,有好處, 不過即是說,將來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走不掉的ID, 在你身上帶著這個ID,而當將來有一天,要受這個印記的時候, 它開始的時候,它不是立即要你拜這個壽的, 而是可能就是這個ID買東西,要來買東西,要來出糧, 甚麼都是的,在這些情況,我們真的要分別, 但現在已經去到一個位,就是有這個電子的身份, 即是說,你可以用你的聲音,各樣的方法去判斷你是誰, 然後呢,其實也有些國家,因為很多攝錄機, 就拍攝所有人的動作,還有做甚麼,還有做甚麼呢? 有些東西加分,有些東西減分,那有些國家怎樣呢? 你信耶穌是減分的,你傳道又更加減分的, 即是說這個高度的控制,其實這些都是預備, 好像這個貼上來的後書第二章所說, 這個不法的隱異已經發動了,即是魔鬼將來可以用這些的一切, 所以我們呢,知道這個日子是更加臨近, 我們知道這個日子臨近,我們就更加,更當如此, 更當,更加奇運,基督徒一定在聚會先得力, 我們才能夠去面對所有的困難,還有做好見證, 我看見太多基督徒甚至教目,是對於耶穌是片面的認真, 雖然耶穌得救,希望,但其他的呢, 處理憤怒呀,跟家人關係呀,是沒有甚麼處理的, 怎樣對待人呀,怎樣發揮生命呀,是沒有怎樣去想的, 那這些都是,其實都是沒有被神完全掌權, 所以我很希望能夠,不單止我做,也都,我們大家都去做, 興起更多人的靈命,好了,神的屬性一起讀一下, 神在聚會中,祝福人,神警告停止聚會的人, 我們不能停止聚律周,神在聚會就會祝福了, 神都警告這個律法了,所以我們不應該停止聚會, 還有還有些人呢,雖然身到心不到,即是怎樣呢, 身就來了,不過呢,心就在發夢,或者在想我一會去哪裡,去玩甚麼, 還有很多東西,二十六節了,二十六節開始, 有些人看到,哇,好害怕呀,都不知道怎樣解釋這段經文, 我們一起讀一下,因為我能得知真道以後, 故意犯罪罪的罪就再沒有你, 唯有自具等候審判,消滅眾地人的烈火, 那你說得很緊要呀,他說,知道這個真道以後, 如果故意犯罪罪的罪就再沒有,就不能再贖罪, 那你說,糟了,故意犯罪,其實,我們犯罪很多是故意的, 譬如你說謊,想著說謊,那是故意的, 一直生氣的人,不喜歡的人,一直不原諒他, 那又是故意的,那你就糟了,那我們就是不得救了, 這個經文後面有個解釋,說到,是不是就是故意犯罪, 當然我們都要很小心不要故意犯罪, 即不是說,這個經文所說的有可能包括其他在內的, 那在二十八指道說到,他說,人干犯,摩西律律犯, 兩三個見證人都不得連衰而死了, 何況我們這個新藥呢,何況人淺踏神的兒子, 這裡說到這個罪,淺踏神的兒子, 將那其他成性之藥的血當作平常, 就是說,這個叫我們成性成為聖結的這個新藥, 這個新藥叫我們成為聖結,這個血呢, 就是耶穌的補血當作平常,有蝕萬施恩的聖結, 就是蝕毒聖結,你們想看要受的刑罰該怎樣加重呢? 那這個,這個所說的罪呢,有可能是說到, 一方面就是故意犯罪,另一方面呢, 他亦都是踏踏神的兒子,即是說看輕神的兒子, 以及將這個,耶穌的補血當作平常,有蝕毒聖結, 這樣的時候呢,他會受到這個刑罰, 但是,我們就不要說這樣,我沒有蝕毒聖結, 那我都不用怕了,那我就算故意犯罪都不要緊, 其實呢,我們知道的時候,神是警告了的, 警告了的時候呢,我們真的知道罪的可怕, 但是呢,有些人說,那我只是上不了天堂了, 我真的不行了,那我們就怎樣呢? 就是我們有知罪,我們悔改,神就赦免了, 因為聖經是有講到,當我們真心悔改, 就是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動, 沒有人能夠稱為耶穌為主, 如果稱為耶穌為主,即是仍然有聖靈的感動, 仍然是會悔改,想耶穌救,仍然是得救的, 但是不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就可以除以犯罪, 我總之還有知罪,所以我犯罪了, 而是知道聖經是有嚴重的警告,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很小心,很小心了, 因為故意犯罪,其實很多,很多事情我們做的時候都知道的, 你準備罵的人,你知道自己想罵他, 雖然是爆出來,但是呢,都知道, 你罵完一句,你知道我現在還是想罵他, 那這個都是犯緊罪的, 或者是想得罪這個人,得罪了一句, 可能衝口而出,但跟著呢,自己繼續想得罪, 那這個都是故意犯罪, 所以說,聖經的教導就是說, 我們一有罪的意念,立刻處理, 立刻求神,立刻給我們知覺, 和深信罪的破壞性, 立刻求主赦免,和從神得力, 然後立刻處理生命, 立刻選擇信服, 那麼這裡也說到, 戰具等候審判,和消滅眾敵人的烈火, 即是會去到這個情況, 我們一起讀一讀神的屬性, 耶穌救我們脫地烈火, 主要是懲罰故意犯罪的人, 我們不敢故意犯罪, 那麼這裡說到, 首先說到恩典先, 先滅眾地的烈火, 那麼耶穌做什麼呢? 就救我們出來烈火, 耶穌就是救我們, 讓我們不用去烈火那裡, 這就是祂的恩典, 祂的屬性, 祂是救人的, 祂是愛人關心人的, 但是神的律法都是, 祂是會懲罰故意犯罪的, 是會有的後果的, 當我們故意去生人, 故意去生人, 是會有後果, 有世上的後果, 和有神裡面的後果, 所以我們不敢故意犯罪, 希望我們都會不敢, 那麼這裡說到, 就是說, 其實祂說到同事, 說到就是說, 這個罪的時候, 是同事的, 踐踏神的兒子, 踐踏耶穌看輕祂, 將耶穌的補血當作平常, 有蝕毒聖靈, 所以這個罪, 有可能是說到蝕毒聖靈的罪, 有些人說, 糟了, 我都試過說蝕毒聖靈, 那就糟了, 那是否得救呢, 又不得救呢, 聖靈又說到, 什麼罪都可以得射免, 唯獨蝕毒聖靈, 不能夠得射免, 我們事實上, 我們憑這個經文, 都不能回答, 因為我們看過, 《哥林多辭書》第十二章三節, 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動, 有人能夠稱耶穌為主, 由這個經文, 我們就說, 如果那個人仍然想耶穌救他, 仍然會悔改, 他就不是真的犯了這個罪, 現在很多時候, 基督徒衝口如出, 或者自己在裡面, 不自各地, 去說了蝕毒聖靈的說話, 但是當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立刻悔改, 神下赦免我, 也都求你結淨我, 當你一有這個意念, 立刻用神的意念, 愛神的意念, 祝福神的天國的意念, 來取代這個奏造, 和蝕毒聖靈的罪, 你說那個刑罰, 哎呀對不起, 那是怎樣加重呢? 好了, 我們一起讀一讀, 這個神的屬性, 神似得義子和身藥, 主的補血和藥, 是不難輕看的, 我們要高度尊重神, 神的恩典, 就是, 這裡講到, 他就將這個, 似得成性之藥的血, 當作平常, 就是神就將祂的兒子, 將祂的兒子給我們, 又將祂的補血賜給我們, 又賜給我們這個生藥, 這就是祂的恩典, 祂的屬性, 祂的屬性就是救人的, 是不想見到人沉淪的, 但是, 祂的律法就是, 祂的補血和藥是不能輕看的, 所有關於神的事都不能輕看的, 所有提到神的事都不能輕看的, 所有提到神的事都不能輕看的, 聖經裡的說話不能輕看, 不能說, 這句我不信的, 譬如有些人會這樣說, 他們說, 你們以不信, 你們如一相會, 不要同乎一握, 在這裡講到, 其實任何的關係, 上下文, 是講到, 後面講到, 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 魔鬼和, 即基督和比列有什麼相交呢, 他說, 神和魔鬼是不能相交的, 但是, 我知道有一個解經方法, 這個不可以與不信的人相交, 只是做生意, 但這個經文明明講到, 總之光明和黑暗不能相通, 所以這個不只是做生意, 是生命的, 所有的關係都不可以, 普通的關係, 當然我們跟它有關係, 有偉生的關係, 譬如婚姻, 或者最深的朋友, 或者是, 做生意都是的, 其實做生意都是, 因為與不信的人, 是會有很多的問題產生的, 但是婚姻是最嚴重的, 但有些人會這樣解經, 這樣解經的時候, 其實他是蝕毒, 就是好像輕看這個神的懷疑, 他要找方法把它解釋了, 如果有時候我們要把聖經解釋了, 我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要小心了, 因為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輕看神的懷疑, 神是不可以輕看的, 所以我們高度的尊重神, 真是高度尊重神, 有人說到天堂, 他說一說到耶穌的名字, 立即所有的人和天使都跪拜, 有耶穌的名字, 他們立即跪拜, 有天父的名字, 他們立即跪拜, 即是他們一聽到神的名字, 就這樣高度尊重, 我們都是應該, 每一個人一聽到神的名字, 就立即很歡喜, 千萬不要用神的名字, 來起誓, 西人是很喜歡的, 我不想重複他的說話, 很喜歡我的God, 或者Jesus, 他經那會說耶穌, 叫做經那, 這個是西方的文化, 在美國我就見得多了, 即是說, 他們就有什麼經那, 哇, 這樣都可以的, 他就會用耶穌的名字, 一經那的時候, 我的神啊, 這個都是濫用了神的名字, 神的名字不是要來敢用, 神的名字是很尊貴的, 牧師是不是覺得Oh My God 也是, 是啊, 神不是要來做感嘆, 神是感嘆詞來的, 神是至尊貴的, 為何會用神的名字做感嘆詞呢, 是很多人用的, 會不會其實基督教在那裡太補求了, 不是這個原因的, 不是這個原因, 總之呢, 我們什麼原因都不能夠解釋到, 即是用神的名字來做一個驚訝, 一個感嘆, 為何會這樣, 即是不要用神的名字, 這些真的跟神無關的, 這個就是, 是有些人開始做, 然後有些人又跟著, 然後有些基督徒都這樣做, 好, 而我們跟著最後呢, 知道什麼呢? 我們知道誰說, 生冤在我, 神是會生冤的, 生冤不只是說有人害了你, 他生冤, 而是我們做一些不好的事, 神都會生冤的, 我們有什麼不好的表現, 神會生冤的, 神會生冤的, 我必報應, 神一定報應的, 所以我們知道的神, 我們真的不敢去犯罪, 不敢去得罪神, 不敢去欣漢神, 有些主要審判他的百姓, 所有他的百姓都要接受審判, 落在永生神的手裡, 真是可怕的, 可不可以念這句嗎? 落在永生神的手裡, 真是可怕的, 希薄禮書十章三十一節, 再讀一下, 落在永生神的手裡, 真是可怕的, 但是呢, 我想你別這樣想, 這句話是給那些犯罪的人的, 即是我們有時候要警告一些人, 他犯罪的時候, 我們要警告他, 但是呢, 你別在祈禮的時候, 多謝天虎阿彌陀佛, 哎呦, 落在你的手裡, 真是可怕的, 不是這樣的, 因為這句話, 不是給親近神的人, 遵從神的人, 是給犯罪的人, 但是我們知道, 一個人不悔改的時候, 他可以落在永生神的手裡, 我們就知道是很可怕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 神拯救人, 出來永營, 神審悔, 不順從的人士, 而不是的, 我們不能, 對不起, 這個會改讀, 好, 這裡說到, 就是神要審判, 落在永生神的手中, 真是可怕, 那就是說, 神是會, 那相反是什麼呢? 就是會救人, 神是會救人的, 脫離永營, 這個永遠的刑罰, 神要救我們, 脫離這個刑罰, 而這個律法呢, 當人聽話的時候, 神的審判, 不順從的人, 是嚴厲的, 他是絕對的, 他的愛是絕對, 他的懲罰都是絕對, 就是怎樣呢? 他是無可限量地懲罰, 他的愛都是無可限量的, 天離地何等於高, 他的詞, 或是敬畏他的人, 何等於大, 同樣, 他的懲罰都是天離地那麼高的, 因為他是沒有辦法, 即是他一懲罰就是要完全的懲罰, 他的公義是絕對的公義,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千萬不要犯人愛的罪, 那你說死了, 我做不到怎樣呢? 你做不到, 你就每天都說, 神我需要你的力量, 我需要你, 那不是說我需要的, 你讚美神有力量, 讚美神, 神愛我的, 那就是神, 那你就有力量的, 就不要變了怕, 不要怕了神, 而是怕犯罪, 怕犯罪的時候要面對神, 我們就去感激神, 好了, 正面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就知道, 就是我們要在神的愛中, 不在神的審判之中, 活在神的愛之中, 好了, 為什麼人會故意犯罪呢? 他的心態呢? 有幾種心態, 第一就是, 我求赦面就可以了, 我犯了多少罪都好, 睡覺也好, 不理神也好, 總之求主赦面就可以了, 那時候有時候利用神, 我想耶穌救我, 不過我不尊重神, 有些說, 不會那麼緊要吧? 不會的, 神到時候會放我一馬的, 只是你想而已, 但是真是神要追討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站得穩, 有些警告很嚴重的, 譬如說, 你不要說過犯, 我們天父都不搖說你的過犯, 是很嚴重的, 所以, 當我們一想到, 我有一個人未搖說, 我馬上搖說, 曾經有一個非洲牧師, 他死了去了天堂, 然後去地獄, 去地獄的時候, 他這個影片, 其實, 我擺了這個碟, 不過因為, 搬屋沒有帶回來, 不過我將其中一部分, 我很深刻印象, 在網上都有看的, 現在, 在《Spirit Lessons》, 但是現在, 它改名的, 但是你用《Spirit Lessons》 都可以找到的, 它裏面都有這個影片, 說到天上的《Lessons》, 看到很多人敬拜, 還有花又會唱歌, 看到很多金屋, 後來, 天使告訴他, 花在那裡唱歌, 然後, 天使就帶他去地獄, 為什麼要下去, 我帶你去地獄, 就去到地獄了, 在地獄的時候, 他看到很多人受刑罰, 包括有牧師, 偷了錢, 有些人做了一些, 即是基督徒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後, 天使跟他說, 如果你今天, 你的生命拆關了, 你今天都在這裡, 有沒有搞錯, 我也在這裡, 天使就立即告訴他, 你不要碎我的過分, 你的天父都不要碎你的過分, 天使就告訴他, 你未死之前, 你就生氣了你太多幾天, 因為, 他蓋了你的巴, 你一直不肯搖說他, 然後你就撞車死了, 如果今天你死了, 你的罪是要面對神的, 他很害怕, 不過天使跟我說, 神給你一個機會, 你現在回上去, 你有機會去, 神會再使用你, 你回來, 就告訴他, 天使跟我說, 如果神要追悼這句話, 你不搖說人的過分, 天父都不搖說你的過分, 我真的很害怕, 你的份就是在這裡, 你想想, 如果當時他不回來, 他的份在那裡, 他到底去哪裡呢? 那些人聽完, 個個都馬上去搖說人, 即是個個都不敢, 聽完這麼認真, 馬上不敢, 沒有這樣聽完, 聖經明明說了, 你不搖說人的過分, 天父都不搖說你的過分, 明明說了, 都聽完, 當沒有聽, 那這個就是輕漢, 即是法官說, 你要做什麼, 他都是不做, 就是輕漢, 這個就是, 不會那麼緊要,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聖經, 是認真, 你認真, 但你又不是害怕, 因為神是想我們活在神的愛中, 神在愛我, 神在幫我, 神在怨慕我們, 所以我很感激神, 我一愛神, 神就歡喜了, 我遵從神, 神就歡喜了, 我給了一杯糧水, 一個小子神都歡喜, 就算我做了少少神都歡喜,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輕省了, 就會開心了, 還有, 有些人控制不到, 看見異性, 眼睛睛, 都沒有辦法處理到, 或者說閒話, 很衝動, 這個是需要神的同在, 經常贊給神, 一個人就會結靜, 就會平安有力量, 就會一看到罪, 就會憎恨, 就會想離開罪, 這個就是, 同神的關係, 神的同在, 會賜給我們這種動力, 但你會看到, 有些基督徒好像習慣了, 講閒話, 習慣了看色情的片, 因為他容許, 他容許的時候, 他一直下去, 或者習慣了煩惱, 會容許自己, 還有, 故意犯罪, 不尊重神, 這個例子就是, 耶穌感動了, 他又不理, 耶穌感動了, 我們有沒有回應呢? 很多人都會不回應, 很多人聲稱, 你不要再生氣人了, 他這麼壞, 一定要生氣他, 這個就是, 沒有尊重神, 神的感動, 我們沒有尊重, 而神的名, 是很尊貴, 所以我們, 一想到神的名, 我們要看重了, 詩篇113篇第二節, 耶穌的名, 是應當清重的, 從今時直到永遠, 從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處, 耶穌的名, 是應當讚美的, 然後呢, 萬失必向我跪拜, 萬口見向我成形, 這裡就講到, 神的名, 耶穌的名, 是應當清重, 從今時到永遠, 永遠遠遠, 和由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地, 耶穌的名, 是應當讚美, 他的名是至高的, 而所有的人都要向他跪拜, 有一天, 全世界的人, 無論信不信耶穌, 不信耶穌的人, 在審判台前, 都會讚美神, 神你真是最美善, 最好的, 而他會承認自己的罪, 不過今時已經太遲了, 萬失都會向他跪拜, 萬口向他承認, 個個都承認, 他是主, 不信的人, 將來都會, 希望我們今天就會了, 真是尊崇神的名, 就是完全的幸福, 神啊, 你是一切, 你是生命, 你是所有恩典的來源, 就好像天上的二十四位掌號, 不斷將他的冠冕放在地上, 去敬拜真神, 那你尊重什麼多些呢, 你尊重監視你過馬路的警察, 那些肯定很尊重, 你一看到他出現, 立即很尊重他, 真是, 法庭的信, 發出一封信, 嘩, 很害怕, 你要何時出庭, 或者老闆, 會不會, 嘩, 老闆不敢得罪, 得罪了, 不行了, 眾人的眼光, 很多時候人家說的東西, 我們就看得很重很重, 遠超過神, 但是創造拯救和審判的神, 我們是否這麼體重呢, 他做我們, 他又救我們, 又審判我們, 是沒得走雞, 而他是一個幫我們的神, 如果我們時事都在他裡面, 我們就有力量, 面對所有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們就說, 正如我們怎樣看重那些警察, 當你見到警察的時候, 你會很小心, 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尊重神, 要遠超過這一種的尊重, 遠超過任何的, 對於法律的尊重, 藐視神的界命, 有今世和來世的破壞, 不只是將來, 是今世都有的, 你罵人蠢才, 聖基講道的, 難免地獄的火, 你要破壞人際關係, 為何有些人沒有朋友呢? 為何沒有人喜歡他呢? 他喜歡罵人, 發脾氣, 生氣, 生氣, 他沒有罵出來, 他心生氣, 他樣子苦在口面, 見到人就沒有表情, 人家覺得他生氣, 這些都有破壞性, 說謊, 沒有人會相信他, 這今世的下面是永恆的, 破壞與神關係, 可以永遠沉淪, 可以令到關係弱, 或者永遠沉淪, 說謊, 沒有人相信他, 他的朋友都不會真的相信他, 不愛他的家人配偶, 要破壞他的家庭, 破壞家庭有時, 很多人覺得很小事, 有些人有婚外情覺得很小事, 但是後果是很慘的, 為什麼呢? 他回家經常被太太罵, 他一輩子都罵, 家裡的子女都很多反叛, 很多問題, 一次的罪可以帶來很大的破壞, 婚外情的時候會失信, 會破壞婚姻, 不饒恕的時候, 自己都很辛苦, 自己又很苦毒, 變得裡面很苦毒, 小祈禱, 這是很多基督會有的, 小祈禱又沒有力, 沒有喜樂, 有些人說, 我都不懂得怎樣得力, 第一, 就是深信神是力量的來源, 祂有一切因, 一切的能力, 我親近祂, 我們親近祂, 不要第一, 想到我得不得寶, 不要, 祈禱都沒有喜樂, 為什麼沒有力量? 不是這樣計算的, 沒有力量都感謝神, 當你做一做一做, 你慢慢會有喜樂, 而且我們和你祈禱, 你覺得輕散, 你就會保持這個神的同在, 你回去祈禱都會得力, 我們看到什麼呢? 就是犯罪一定有今世, 永遠的後果, 是無法逃走, 任何一個人, 有犯罪都有不良的後果, 玩火, 危不危險, 真的有些人燒得很傷的, 有些, 我認識有些人, 他是什麼, 一時的不小心, 拿著一鍋好熱的東西, 跟著淋不淋了, 也都有人是什麼呢? 媽媽不小心, 淋了一個小朋友身上, 我認識這樣的人, 哇, 真的, 小朋友好慘, 就是長大的樣子, 全部變了樣子, 是不是很危險? 玩火很危險, 不過, 表示神更加危險, 哪樣比玩火更加危險? 真是表示神, 是極度極度的危險, 所以我們真是神, 我們不敢藐視你, 不敢欺漢你, 好了, 謝師傑說到說, 洩獨聖離有些人, 死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夠呢? 我過於犯罪, 不知道能不能夠呢? 這個經文, 十二章, 可能很多次, 十二章三節一起讀, 所以我告訴你們, 被神的靈感動的, 會有說耶穌是可奏座的,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有沒有有說耶穌是主的? 即是說, 如果被聖靈感動的, 不會說耶穌是可奏座的, 如果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也不會說耶穌是主的, 所以一個人仍然會悔改信主, 跟從神的, 他是仍然得救的, 但這個不是口頭的, 是真心的, 首先呢, 有些人就說, 有些人有些強迫症, 我希望, 沒有人看到這個經文, 一番又強迫自己, 為何強迫自己呢? 死了死了, 奏座神就會不得救, 自己又不自覺地在奏座, 有些人有這種強迫症, 我希望大家, 就不會有這個情況, 因為這個強迫症, 就是自己培養出來的, 總是經常怕死了死了死了, 哎呦, 有沒有些事做漏了, 即是, 越怕得多, 經常都有一種壓迫的狀況, 死了, 那些人是不是個個在哭我呢? 個個是不是在說我呢? 那越想得多, 就越覺得是, 是的, 他們個個都在嘻嘻嘻嘻看著我, 然後又說話, 當然是說話, 這樣的時候, 就變成了強迫症, 就會有很多個問題, 即是, 希望大家呢, 如果你有強迫症, 你又告訴自己, 唉, 我是強迫症, 我是不想的, 我真的想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的, 第一時候, 彈了一句, 又說了不好的話的時候, 求耶穌射念我, 但真心想耶穌救, 耶穌一樣是, 聖靈仍然在他心中, 我希望大家就說, 記得, 被聖靈感動, 不會就在耶穌的, 被聖靈感動的, 不會, 如果不是聖靈感動, 沒有人能夠稱耶穌為主, 即是, 仍然我們想耶穌救我, 也都稱耶穌為我的主人, 聖靈仍然在我心中, 我仍然得救的, 一起讀一下, 仍真心想耶穌作主, 仍是得救, 仍有聖靈感動, 仍是得救, 但我們應揭替保守與神關系, 我不會以犯罪, 就是仍然真心想耶穌作主, 仍然得救, 仍然有聖靈感動, 所以我們珍惜, 犯罪的時候, 會覺得不舒服, 是聖靈感動, 我仍然得救, 感謝神, 聖靈仍然在我心中, 聖靈感動我們去做那些事, 感謝神, 就不要拒絕, 不拒絕的時候, 我們生命就會提升, 我發覺我回應神, 我就愈多信息, 是愈來愈多的,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而且趁早, 我們走神的路趁早, 以賽書5章5章6章, 當趁夜話, 我尋找的時候尋找他, 相繼的時候求告他, 這個人十七歲, 以及一百零二歲, 真是很大分別, 人是會碎老的, 即是, 人是會一直碎老的, 雖然呢, 現在來說, 你說, 我都很年輕, 不過呢, 是終於有一天, 我每個都會變老的, 而機會呢, 不是永遠都有, 還有有一天, 可以是太遲的, 有一天可以是太遲的, 有一天可以是, 沒有了我們有的機會, 我們悔改的機會, 我們走神的路, 發揮生命的機會是可以沒有了, 有一天我們要面對神的, 那時候呢, 你想回, 那時候, 很久之前, 我在世上活著, 那時候呢, 我們去到天堂的時候, 希望我們過天堂的時候回顧, 在天堂回顧的時候, 哇, 很久了, 很久了, 以前呢, 我還小時候, 那時候還在聽道, 那時候還在示夢神, 那時候想回這些日子, 或者最好不好, 不好就是, 那時候我還在犯罪, 那我希望大家想回這些日子, 都會覺得是很好的, 就是親夜找, 可以尋找的時候, 尋找他, 相近的時候, 求到他, 在年輕的時候更有什麼呢? 有體力啊, 有內力啊, 記憶力啊, 記憶力啊, 是不是呢? 更加好啊, 就算呢, 如果年紀大的人, 看到年輕人蹲下, 你會覺得很羨慕他, 因為呢, 年紀大的人, 你蹲下很辛苦啊, 但你年輕的小孩子, 都沒有問題啊, 八字, 八字腳又沒有問題, 不是八字腳, 一字腳, 一字馬, 一字馬, 沒有問題啊, 但現在不行啊, 還有, 年輕的時候, 真是開心一點啊, 那你說, 我現在已經過了年輕, 但現在你比較, 將來你可以更開心, 你就保持這個開心, 因為有些人就是, 你發覺小朋友, 真的容易開心的, 我們仍然都是年輕, 都可以開心, 還有, 有多些機會, 各種機會, 無論什麼機會都有, 你現在還可以去讀書啊, 還可以去, 重新再建立你的關係, 再重新做都可以, 可以從頭開始啊, 現在還可以啊, 如果一百零歲, 我從頭開始, 哇, 真的太遲了, 機會可以不一定回頭, 有時飛了去, 就飛了去, 當然, 你真是愛神, 神會給你, 不過呢, 有時不是一樣的, 所以希望大家, 珍惜我們現在有的一切, 而處理罪, 就是這個德性五目, 我們讀紅色的字, 留意, 破壞性, 聖經處理, 親近神, 選擇純服, 我留意到我什麼地方, 不聽神的話, 我有一些違抗神, 我知道他有破壞性, 一有破壞性, 所以我有動力, 然後聖經處理, 聖經處理, 要我做什麼呢, 我親近神, 兩有的, 其實認罪, 悔改, 得力, 認罪, 然後得力, 然後我選擇, 聽神的話, 就是當我, 一有什麼罪的意料, 在生氣人, 立刻, 我生氣人, 我留意到生氣人了, 生氣人有破壞性, 聖經叫我們什麼呢, 以善性惡, 又親近神, 立刻祈禱求神, 給我力量, 我選擇順服, 選擇說一些善的說話, 我都鼓勵大家, 在平日, 洗碗, 行路, 乘車, 刷牙, 想到一些人物的時候, 想到一些他不好的東西, 立刻看出他, 嚴恕他, 祝福他, 然後呢, 想到自己一些對人不好的地方, 立刻悔改, 立刻去改, 一天, 有時想起一些不同的人物都處理, 你就會整蠻生命提升, 我發覺, 我是很多這些情況, 有時想起一些, 很少的東西, 我就想起, 以前為什麼我會這樣做事呢, 神會幫我, 保守我自己, 但我總是用正面, 我不會說, 哎呀, 真是壞了, 哎呀, 真是怎樣, 哎呀, 醜死怪了, 不是這樣, 而是, 我不會再這樣做, 我爭取機會去祝福人, 我們看回那些經文的大約內容, 神是輕慢不得的, 種什麼就收什麼, 信了情慾殺種, 就會收敗壞, 信了性慾殺種, 就會收榮心的, 不要停止聚會, 因為呢, 停止聚會就不能夠得力了, 尤其那一日子就快要臨近了, 我們得知真道, 故意犯罪是可以沒有贖罪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真心的, 不要一有罪的意願, 立刻處理, 明知道我們在生氣, 立刻處理, 明知道因為人而煩, 立刻處理, 知道這個烈火是很嚴重的, 還有呢, 這些罪我們要留意, 不要看輕神的兒子, 不要將他的血看作平常, 又不要洩毒聖靈, 知道這些是很嚴重的, 因為呢, 這些受的刑罰很嚴重的, 神是會伸冤和報應的, 而有罪落罪神的手中是可怕, 我們有罪我們就悔改, 神就歡喜了, 好了, 全面性跟蹤神有什麼後果呢? 全部是祝福的, 以神為樂, 能夠得喜樂, 親近神真的喜樂, 我都講一講, 我最近多用方言, 我發覺真的方言是, 你放鬆的人投入是更大的喜樂, 但是我叫你們不要模仿, 但你投入愛神, 長時間的, 呼叫耶穌, 詐美神, 你慢慢慢慢, 就不是講講一下, 變了音歪了變了方言, 而是呢, 你慢慢你會發覺湧流, 或者你發覺舌頭震動, 口震動的時候呢, 你一路繼續, 在震動的時候你繼續發聲, 你要發覺, 還有有個心發出, 講方言呢, 不要只得口說, 是個心發出, 那個喜樂是很湧流的, 我發覺是非常湧流的, 你可以得到這個喜樂, 由個心底發出, 可以成為基督的精兵, 被神使用, 可以祝福很多人, 還有呢, 神喜歡, 這個才重要, 神喜歡, 人日進入高層次的生命, 永恆的賞賜, 亦都享受生命, 今生享受, 懷生享受, 你想是這樣嗎? 其實這兩條路, 一條路呢, 就是全部跟世神, 就什麼都祝福, 你碰到什麼呢? 就是那個故事, 當然, 那個故事不是真的, 就是說, 碰到什麼成金, 碰到什麼成金, 以為好, 但未必是好的, 但是呢, 我們碰到什麼都成為祝福, 那就好了, 所以希望大家都反思, 這一陣子我們一起去脈討, 自己反思, 神啊, 我們有沒有一些地方, 我們故意犯罪, 賜給我們一個聖賊的心, 一個悔改的心, 我們又不要去過龍, 又說死了, 就是神不喜歡我, 又說我們一悔改, 神就歡喜了, 我們一感激神, 神就歡喜, 神是很容易討祂歡喜, 做得不好, 不要求主赦免神的歡喜, 親近神, 祂又歡喜, 遵從神又歡喜, 事奉神又歡喜, 做幾少的事, 一杯涼水酒都歡喜, 神是不同人的, 人呢, 總是有些東西不喜歡的, 你喜歡, 這個好, 他又說你第二不好, 但是神是最好的, 在這個時候, 我們都反思我們的生命神, 我們有什麼東西得罪你的, 求主赦免我們, 求主赦免我們, 神是你真人, 因為神裡面有豐盛的恩怨, 封聖的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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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天父, 我們心上最是污蔑的, 最是醜怪的, 最是黑暗的, 最是破壞的, 最是破壞的, 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這是黑暗的, 是黑暗的, 唯一座稍稍稍稍嘗嘴。 我們想去止一口, 有些汗的汗, Lap 2, 也有此, 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時候, 我們想去 fund支援和值得,